新锐钢琴家在自家弹琴直播 标题却标注最后一次直播 乐曲结束 钢琴家亲身网友超震惊 还发现他留下的文章 原因提到高雄卫武营 文章中还记得高雄卫武营 简信总监要我来排杜兰朵 结果最后练了半年 他找了别人说目前不缺了 这位钢琴家他是有所误解 那他的工作就一直维持到 这个乐团正式进场以后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钢琴伴奏 钢琴伴奏是不会在演出里面 有任何的角色 魏武营事后发出声明 邀请是在2020年1月 属于一般交流性质 因为疫情爆发 最后以2019年首演班底排练 但网友不买单留言怒轰 死者离开没多久 魏武营就很快速的发表了 这篇声明到底想证明什么 是因为心虚要赶快发声明吗 事者有名有幸 不是随便某个钢琴家 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研究家 我们应该都要有本事 能去诠释他 好 这是我们音乐家的使命 亲身的29岁杨姓钢琴家 世明新秀 去年还获得国际钢琴大赛迎上 她说自己命运坎坷 获奖后母亲用我的名字 贷款1000万买房 要我承担房贷 为了房贷跑白牌寄存车 哭求妈妈解除信托 却从500万加码到700万 还报警抓我 杨姓钢琴家到处表演筹钱 甚至直播标题都有写谜 婚丧喜庆都有接 揭露自己坎坷人生 控诉母亲逼买房过户 导致她背负近千万债务 记者 黄夫人领之会高雄报道